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你既然来到了城里工作 又来到我们公司 这个形象还是要注意一点的 这样吧 这三千块钱给你 你去买几身衣服 谢谢老板 不过还是不用了 没事 你就拿着吧 你这刚毕业又从冬村出来 交了房租肯定没什么钱了 老板我有钱 再说你这三千 连我这颗帽子都买不起 这钱还是您自己留着吧 呦 杨子 你还在装有钱人呢 不就是个破草帽吗 三千块钱都能买几百个 这样的草帽了 杨子 你要是想给我省钱 你也要找个好理由啊 你这帽子顶多三十 还三千 老板 我这个是LV的草帽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好消息 好消息 咱们老板生了 太好了 生了男孩女孩啊 生了男孩 老板平时对我们这么好 这生孩子了 我们生孩子应该把你东西 去探望老板了 说得对 我们去买一些营养品 探望一下老板吧 老板已经很开心了 好啊好啊 正好我把我小时候用的儿童车送给老板 等他儿子长大了 一定能用上 杨子 人家老板那么有钱 能欣赏你这破玩意吗 人家买不起吗 就是 真不知道你咋想的 你那破玩意还是以后留给你儿子用吧 可是我那个儿童车已经绝版了 现在都买不到了 你小时候用的都二十多年的 当然绝版了 是不是令人家产家都黄了呢 现在人心住的比你那小时候那破玩意好多 啥也不懂 小陈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就不去了 我最近经济有些困难 工作手机不太好吧 现在叫房租还差一些钱呢 对了小王林借我些钱吗 等我发工资我就还你 我哪有钱呢 你再问问别人吧 这两个借钱真的太难了 小陈你要是资金需要周转 试试用抖音钱包里面的放心件 怎么弄啊 样子 打开抖音 点击我钱包放心件 点击激活额度 跟着要求申请 最高能有二十万的额度应急 等你公司发下来了 还上就行了 看了我样子 我这就去看看 快点啊样子 别磨叽了 你去不去啊 要不你们先去吧 我回家把我的儿童车 给老板带过去 都跟你说了 人家老板看不上你那扑你 我那个儿童车真的特别好 当初买的时候 比那汽车还贵呢 真会吹牛 你那啥儿童车 比汽车还贵 我那个是法拉利 塔斯塔 Rosa这儿童车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你怎么回事啊 你演瞎呀 怎么把脱步 甩到我先上 对不起 我帮你擦一擦吧 不行 你得赔我一双 不就碰到一点吗 你至于吗 杨子刚来公司 哪来的钱赔你 老板 我这些一千多呢 一碰到下都市 就会坏的 那我赔你一双吧 你赔得起吗 真的是 扫个地都干不好 行了行了 我陪你就是了 老板怎么能麻烦您呢 不好意思啊 他那个鞋很贵的 还是我来吧 没事 这种下角有888呢 应该够了吧 你别选强了 888哪够啊 没有没有 888是上开登录 就能领的 等我完成任务 还有8千 这肯定够了吧 8千还差不多 没感到你房子还挺深 大家都能领的 点我左下角连接 再点底部立即下载 登录就能领了 就当我给你 看个姿势 杨子都有诚意啊 你们赶紧去下载吧 你怎么用过酒精味啊 老板 我第一天来公司 找不到消毒水 我就用我自己带的酒 来消毒了 这酒很柔和呀 味道很醇厚 杨子 是你家自己酿的吗 不是的老板 你要喜欢 我送你一瓶尝尝 真够小气的 一瓶破酒还舍不得送 就一瓶 还正好已经拿得出手 不用了杨子 你就告诉我是什么酒就行了 回头买几瓶送给李总 老板 我如果去赌紧供酒 恐怕你买不起 你瞧不起谁啊 不就一瓶几百条件的酒吗 我还以为什么好东西 1979年的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小陈啊 这次这个大订单就交给你了 一定要把它拿下 好的老板 我会尽力的 哦对了 我们这个合作公司的李总 喜欢钓鱼 你可以多陪他钓钓鱼 跟他拉近一下关系 啊老板 可是我不会钓鱼啊 老板我会 我平时就特喜欢钓鱼 我可以陪李总去钓 姐 就你还会钓鱼 我看你是想想小陈的订单吧 呦 杨子 看不出来你挺心机的呀 你们瞎说什么呢 我也是为了公司好啊 如果签成了 业绩我也会算给小陈的 是 你们看看杨子 你们真是一点格局都没有 总是因为一些小事 斤斤计较 杨子 这次的大订单就交给你了 好 哎杨子 你说你钓鱼厉不厉害啊 人家李总钓鱼 可老厉害了 到时候你可别丢人现眼 还行吧 我们家之前在老家 就是靠打鱼卫生 所以对这方面 我还算有点经验 你老家是哪里的 三江平原那边 那你该不会是 啊 我是贺泽族的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哇 三天 你的狗好可爱呀 我也想养一只 杨子 我建议你还是想吃包吧 为什么呀 我喜欢小狗 养狗还要遛它 我们下班这么晚 你哪有时间遛它呀 也是 那我还是养猫吧 你们在这不好好工作 在这闲聊什么 谁还把狗带到公司来了 老板 是我的狗 它这两天生病了 我下班要带它去医院 所以今天就直接带到公司来了 老板 我也想养个宠物 我一个人住太无聊了 这样下班我还有个伴 我看你一天养活自己都费劲 还养活宠物呢 宠物看病 比你看病都归 对的样子 你爸不是养了几只鸡吗 你卖我一只 我妈这两天感冒了 我给他炖点鸡汤喝 现在这鸡不好买 老板 卖你一只倒是行 但是你买得起吗 开什么玩笑 一只鸡我还买不起吗 给 不用找了 老板 你开什么玩笑 我爸那可是印度金属机 你花一百块钱就想买啊 啥是印度金属机啊 你去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印度金属机 六百万一只 对啊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哎老板 你这是马上就要生了吧 你说你要是生了的话 你婆婆不得送你一套房呀 那肯定的呀 我生孩子的时候 我婆婆还给我买辆车呢 小张 那你婆婆对你不错呀 对了杨子 前段时间 你嫂子不是生了孩子吗 你家里面有没有什么表示啊 我妈给我嫂子买了个耳环 没了 嗯 杨子你家也太扣了吧 你嫂子家到你家可真够倒霉的 就是 就送了个耳环也太还酸了吧 人家杨子家条件不是不好吗 父母也没什么工作 对了杨子 让你妈来我家工作怎么样 一个月给她三千 我这怀孕了 嫂子里脱个地啥都不方便 老板 最近我妈在外地旅游呢 可能去不了 杨子啊 你妈没钱给你嫂子买礼物 就送了个耳环 回头自己有钱去旅游 什么人呢 杨子 你妈这样确实有点不逼的 她那一个耳环 能换这里几十套房了 杨子 你知道这里的房价有多贵吗 那老板你知道 我妈送的阿波罗蓝钻耳环 有多贵吗 我倒要看看 什么是阿波罗蓝钻耳环 啊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杨子 你还有心在这斗地主呢 我不是叫你五点去和李总谈合作吗 我们跟李总约的不是六点见面吗 现在才五点四十啊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时间段特别堵车 你知道吗 从我们公司开到见面的地方 就得四十分钟 别玩了 赶紧去吧 开我车去 老板还是让他骑我的摩托车去吧 能快一点 这个点堵车特别严重 不用了 我骑我的自行车去就行 你开什么玩笑 你那破智性的得骑到猴连马就去 杨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开玩笑 你的自行车能比摩托车快啊 这要是迟到了合作没探成 你看我怎么收拾你 放心吧老板 我就骑自行车去就行 等着回来安冒吧 杨子 你不是谈合作去了吗 怎么又在这斗地主啊 合作搞定了 不错呀 杨子 这么快就搞定了 真没想到你骑自行车骑得这么快 累坏了吧 一点都不累老板 我的自行车根本就不用登 怎么可能不用登啊 你的自行车会飞呀 对呀 我的自行车会飞 开什么玩笑 你当我傻呀 老板我没骗你 你看就是这个会飞的悬浮自行车 我新买的 当公司来了个富二代 哇 范姬 你的狗好可爱呀 我也想养一只 杨子 我建议你还是养只猫吧 为什么呀 我喜欢小狗 养狗还要遛它 我们下班这么晚 你哪有时间遛它呀 也是 那我还是养猫吧 你们在这不好好工作 在这闲聊什么 谁还把狗带到公司来了 老板 是我的狗 它这两天生病了 我下班要带它去医院 所以今天就直接带到公司来了 老板 我也想养个宠物 我一个人住太无聊了 这样下班我还有个伴 我看你一天养活自己都费劲 还养活宠物呢 宠物看病比你看病都归 可以来不休穿梭养神兽 不但不归生病还能给你解闷 你看里边神兽多可爱 刚好游戏里面添加两个新角色 武士王和黑悟空 神兽弹孵化后 还能伴随你行走江湖 斩妖出魔 天啊 这神兽好可爱啊 我现在就下载一个 对了样子 你爸不是养了几只鸡吗 你卖我一只 我妈这两天敢冒了 我给他炖点鸡汤喝 现在这鸡不好买 老板 卖你一只倒是行 但是你买得起吗 开什么玩笑 一只鸡我还买不起吗 给 不用找了 哎呀老板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爸那可是印度金属鸡 你花一百块钱就想买啊 啥是印度金属鸡啊 你去搜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印度金属鸡 六百万一只 对啊 对啊 yaş齐说 我现在是身材了 你